嘿嘿嘿 欸 接下來也是別人的歌耶 哈哈哈哈 這首歌特別介紹一下 這首歌是 布農組的歌 以前 警察學校剛畢業的時候 我們在關山 在海端的那個 嗯 海端鄉 某個單位 哈哈哈哈 山區單位 山區 然後那邊都是布農 布農組的紅包 然後 那拍子手旁邊有一個小學校 然後 中午時間 學校都會放一些母語的 布農組母語的歌曲 同樣 那當然也有一些 是祭典的歌謠 我記得有一次啊 拍子手在 不是 就是 那個叫做 村辦公司 通常村辦公司會放那個音樂 然後那個 放的第一首是那個 小米 什麼 小米酒 有一個小米祭典的歌 就是 八部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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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聽過 八部合音 有 好幾個人 就一直這樣 就這樣 開始什麼 低音開始夜來 夜來夜 夜來 結果 有一個同事 他就很緊張衝出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轟炸機的聲音 哈哈哈哈 這是什麼聲音啊 轟炸機的聲音 哦哦哦哦 哦哦 哦哦這樣 這是什麼聲音 轟炸機的聲音 我說不是啦 這是布農組的那個 紀元歌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等一下 可是 嗯 他他他不了解 嗯 然後在 嗯 在山區的部落 就是 都會 都會聽到 布農組的歌謠 然後有一首歌 我特別印象深刻 這首歌 叫做 《愛人如己》 嗯 接下來就為大家 再唱 唱這首歌 《愛人如己》 嗯 那前面我來唱一下 那個 或者講一下 就是 就是 在山區派出所服務的時候啊 嗯 每當一大早 天還沒有亮 我都會聽到 因為 派出所就在 山谷裡面啊 然後 接觸 有接觸布農組的人 可能在座不知道裡面 布農組的同胞 好朋友 你在布農組的部落啊 尤其在山谷 當布農組的獵人 或者是在那邊 山區工作的 布農組的族人啊 他們都會 用歌聲 去傳遞訊息 傳遞訊息 傳遞訊息 有很多的 因素啦 我記得天還沒有亮 就是在書書社裡面 就遠遠的 聽到山谷有那種聲音 啊 很舒服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 啊 就在山谷會想 那 前面我就先來唱一段 啊 同仿他們也唱的這首 啊 但那邊那邊的旋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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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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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